他们平凡 却从不渺小 他们不凡 只因从不言败 跌倒了 站起 失败了 重来 他们的人生因跌宕而完美 我是星月 每晚九点二十 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 有请主持人星月 农民种地 工人做工 教师教书育人 医生就此不伤 这是每个行业工作的基本准则 如果超出了准则范围 干点别的事 那就是我们通常听说的 不务正业 或者说是不安分 大多数人都会对 不务正业的人嗤之以鼻吧 觉得他们成不了大气候 但是偏偏有些人 就是靠着这种不安分 愣是搞出了大名堂 我们今天的两位主角就是这样的人 下棋对异 这是乡村版阿华兜 走街广巷 这是现代版牧牛牛牛马 这六十多个机器人 都有一个共同的爹 无欲录 他一位农民 却从不下地干活 他小学辍学 却精通机械原理 有请最聪明的农民发明家 机器人老爹 无欲录 别人发明为挣钱 他搞发明 向王命 有请本期主角 主任好 嘉宾好 大家好 吴大哥你好 你这上场跟别人都不一样 够气派的 对 这是我自己坐的私家车 不是 你这还有人问你拉着车 他还老说话 我都歇会 你这车是不是还有名啊 说还是你孩子是吗 因为我到现在吧 我已经坐了六到七十个 不同功能的机器人了 因为我全是按照编号 像吴老大 吴老二 是吧 吴老三 一直到现在 吴老六十八了可能得 这些机器人全部姓吴 也就是说六十多个 都是你的儿子 对 这是必须的原则性问题 真是佩服啊 这吴大业的想象力 可谓是天马行空 让人赞叹不已 那您知道吗 其实吴大业只有 小学三年级的文化 听起来是不是很神奇啊 不过这个在咱们眼里 是天才的人 在村里人眼里啊 却是一个败家子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因为喜欢机器人 吴玉露整天是躲在家里头 鼓到一堆废铁废钢啊 对他的本职工作 干农活 却一点都没兴趣 即使干了 那也是毛毛躁躁的 村里人见了他 基本上都指指点点啊 这家里的老父亲呢 也时常哀叹 我怎么就养了你 这么个废物啊 本想着 等到成家立业之后啊 他会收敛点 不成想 他却差点家破人亡 吴玉露永远记得 1999年6月19号 那天呢 他正在邻居家 给别人修收割机 忽然这村里就来电话了 让他赶紧回去 说家里出事了 他就急急忙忙骑着自行车 就往家里赶 刚进村 就听到了村里的大喇叭喊 社员们都去吴玉露家去灭火 远远呢 他就看见他家的房子的上空 是浓烟滚滚的 原来那会儿 村里一到晚上用电高风 电压就特别低 吴玉露就自己动手 做了一个手动调压器 这嘎嘎一条 电压就上去了 但是那天他出门之前啊 忙着做机器人 走的时候忘了 关那个调压器了 晚上电压是增高短路了 就把房子给垫着了 这把火 把结婚证烧没了 把新买的冰箱电视都烧化了 这整个家烧的 只剩下了三根领条 媳妇那是嚎啕大哭啊 不让你弄机器人 你非弄 这下整个家都没了 你就跟机器人过去吧 说完 媳妇领着孩子就回了娘家 要和她离婚 后来吴玉露是好说歹说 才把媳妇给劝了回来 按照咱们的想法 那这回是不是得好好过日子了 没想到这次险些家破人亡的教训 并没能让她灰心斩意 有一次啊 她在给机器人做焊接的时候 拿着螺丝刀接线 一走绳 把两根线路给弄短路了 砰的一声 一个大火球就崩了起来 这脸上头上所有的毛发 全烧没了 衣服跟皮肉 全都粘在了一块 这大夫只能用剪子给剪开 而等她媳妇赶到医院的时候 绕着她的病床走了好几圈 愣是没认出来的 你说得烧成什么样啊 不过吴玉露觉得 这个血肉模糊的代价 还是挺值的 因为最后 她终于发明出了新一代机器人 超级无老五 还凭借着这个机器人 获得了最聪明农民发明家的称号 吴玉露火了 出名了 2013年 一位英国皇室成员到北京办事的时候 特地是慕名败返了吴玉露 一进吴家的大门 他就被这眼前的一幕给惊呆了 这一个普通的农村小院 到处都是铁丝铁片 电线废旧电器 还有满地乱跑的机器人 你像蹦跳翻跟头的 拉车爬墙点烟抖的 还有敲锣打鼓来二胡的 写字倒茶 胜干茶的 英国贵族都看傻眼了 隔了好长时间才想起来 让翻译转告吴玉露 说他自己呀 想要让吴玉露帮忙赶制出一个 会拉红包车 会唱京剧的中国风机器人 这是他为英国女王准备的 86岁生日礼物 如今 吴玉露发明机器人 已经有20多年了 一共打造出了60多个机器人 他为北京市 评为了京郊时大新闻人物 纽约时报成他是中国最智慧的农民 但是风光无限的背后 又不禁让人疑惑 你说一个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的农民 是怎么做出这些机器人的呢 您这干的都是教授和工程师的活 您干这事不像小学文化干的事啊 我在想这肯定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 应该绘画图纸啊设计啊是吗 对我有图纸 因为我做每个机器人的时候 都要画很多图纸 其实这机器人最难的就是平衡问题 平衡问题它就是说这个 包括它的走路怎么迈步 总的来讲嘛 这机器人里边的 其实这难题是很多的 因为你看咱们人走路的话 其实任何人很拔腿就走 一让机器人走路吧 它这里边很难很难的 你哪想不到位都不行 这都是您的图纸 每一次设计一个机器人大概要画多少张图呢 那就是说我得画很多张图纸 因为我都不记得了 我家里边的图纸很多的 全部是你自己画 全部我自己画 但是在整个发明制造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碰到过特别大的难题呢 难题肯定是有 就包括就是说现在这五老三这走路吧 尤其是它这个抬腿脉布这个是最难的 就是我在做它的时候吧 有的时候就是说 涉及这个抬腿这块这动作的时候 我就跟神经病似的吧 我们家人就睡觉了吧 到半夜 因为我一般的灵感吧 在夜里边可能就是容易发灰 我会爬起来 在我们家的院子里边吧 会就转圈 他转圈 自己走 他自己走 但是走的同时不能逛走 因为我在这时候在想象着 这个人的这个动作 就往那机器那块上 我就是完全模仿人在设计 那这些都是已经有了经验的 我就想知道他们家老大是这么早来的 吴老大今天也来了 他是80后 80后 这吴老大可能长得有点寒暂 这不应该也随我吗 就是比较粗糙了吧 因为他是1986年诞生的 今年他30 儿历之年 对啊 30啊 没错 这吴老大当时你设计 我觉得应该吃很多苦 当时没有任何的这个参照物 我在这吴老大身上 花费的精力是最多的 因为我从很小的时候 就开始有这 做机械时候的想法 我就在想 人为什么能用两条条走路 而且这个灵活性和协调性 都那么好 后来呢 就是说开始做这吴老大 过去吴老大其实这个 当时我是没有任何的经验 而且那会儿我岁数也很小 所以说这个吴老大 是我花的心血最多的一个 所以说就是现在的外观 可能是不太好看 外观没问题 他辈分大 三十二还要叫他哥 对啊 这是亲哥俩 我问一下 吴德哥 吴德哥 就是我问一下 能让他拉我走两步吗 没问题 他很重的 他一百九十斤 没事 没关系 你们看一项了 他哪年出生的 这个是九五年的 九五年的 九五后是吧 对 您受累了啊 您受累 您受累 我坐上子我不会操纵啊 没事 您坐上子就是 现在一踩这就走 您可以开车 那个那个 这是方向 就往左边 慢 往左拐 往右边 往右拐 然后一踩六分就走 然后倒车 这也是倒车 这边倒车 他可以讲话 我翻译一下 他的话我听懂了 他说我一个九五后 拉你一个五零后 你冷心吧 他说大家好 我是机械人拉车 无一路是我爹 我拉我爹去装爹 朝本场最美的女士走去 我给你 这是按着她是倒车是吗 这是倒车的 往前一按 不是按 搬 往后一搬 就倒车了 对 好听话呀 得嘞 那个辛苦了 其实在研发这机器人的过程当中 吃过很多苦 甚至受过伤 对 我受了很多的伤 在很早以前呢 我家里边没有钱 没有钱呢 我就经常呢 去我们当地的饭品站 因为我去买这个齿轮 电池啊 有一次呢 转了半天 我转到一个写着英文字母的一个 我看着是像一个进口电池 当时呢 我拿到家以后 我就是手拿着一个充电 充电的同时 这一下子 棒就响了 哇 当时呢 在我手里就爆炸了 后来我才知道 那是电力管 当时把我这手 就是手指肚的肉 都炸得露骨头 就现在这个手指肚的 它没有神经了 它现在没有直觉 太危险了 雷管炸了 家里屋子烧了 对啊 而且这个雷管上 应该它是 三个英文字母标得很清楚 它那上还有 后来别人看那个 残骸上还有TNT呢 对啊 但是我也不懂啊 我在想啊 像您这样 玩命地在研发机器人 而且那么痴情地 在做这个工作 能够有今天 除了你自己的努力之外 跟您家里的人不反对 也有关系是吧 有很大关系 开始我这老 我媳妇是反对的 后来呢 她就支持了 因为我后来老爷 经常出国去出去展示 等于她也跟我一起坐飞机 然后这儿一趟 哪儿一趟的 她也觉得挺好 她也挺好 这样我们请您爱人上来 听听她的真心话好不好 可以可以 来 有请 欢迎您 大家好 我是机器人老妈 董书彦 您一点也不老 也挺多就是机器人大姐而已 董女士 刚刚吴先生说 她在这个研发机器人当中 吃了好多苦 甚至受过很多伤 我觉得她有点一根筋 就一门心思铺在这个上面 您心里到底是支持她 还是不支持呢 她这个人 她就是说她特别喜欢做这个 我觉得是一个字就非常非常懒 她这个人你别让她干什么 你要让她一干活 她肯定有招 你比如说我们家那个地 都是自己种嘛 那会儿农村都是那个气肥 一跑 拿那挪钩一拉钩 完了再撒肥 回来再一买再一采 四个人的活 完了让她那个跟我去布肥 她就不管 然后说你妈啦 气都眼泪就掉 明天有人给你布 然后就是一个坡的自行车 然后弄一斗 那个斗上搁着肥 然后呢 叠一个小爬里 小鹤子 还有一小爬里 这个自行车呢 这样一走 完了钩也喇了 肥呢也撒了 一小爬里也爬平了 车轱辘呢也压了 所以四个人的活 一个人就干了 她在您家实现了农业自动化 对呀 她这样的话 也不挣钱也不干活 研发机器人还得投入很多钱 我在想 这过日子 估计你俩就想踩杠吧 我们俩 真是 嘴巴堂呢 就俩人就吵 她这个人吧 就是非常不讲理 而且吧 还说不通 比如说这个 没钱做这个机器人 本来真的没钱 两个孩子还有老的 她不管 那我想做一个机器人 需要一个小电机或者小齿轮 那没钱怎么办 她费点那没地买 就买一个玩具 一个玩具要百八十 那百八十真的没有钱 那还借钱花 孩子买奶粉钱呀都没有 那她不管 完了就让我借借 我说你先 你也不为这个挣钱 那就别 那个做了吧 她不跟你讲道理 然后我就 你借不借 然后我这 我说那真的没地 你也不是为 挣钱打的 不管 光打那小凳 我家那小凳 光光就给你扔 那面全都摔坏了 哎呦 她这有点像人女的 闹鞭鞭 把家都给砸了 然后我气得 我眼泪哗哗哗 我就跟她长一阵 然后她就 那个 我说我给你借借 给你借借 也就是说 只要是机器人 她是寸步不浪的 她是不顾一切的 她什么都不顾 但是另外我也有一点感觉 就这样的一些机器人 你现在好像只有投入 没有产出 那么她的社会价值 她的使用价值 甚至她的经济价值 怎么办 你总不可能 永远这样的公益的 做了以后 大家来玩 大家做 做到最后 你的钱毕竟不多 也有使用的 因为我上个月 把我那个什么 有一个康复训练 那个机器人 那就是说你这个 这人你不会卖布的 可以放到我那上面 连胳膊在 就是半身布随 就是说 我一打开关 她就说强迫她在动 就跟人一样 你这样有销售吗现在 那个现在 那个机器人 我卖 然后别人生产去了 把专利给卖了是吗 对 已经有厂家投入 开始生产帮助 那些需要康复的人了 这个好 我觉得这个是很实用的 是不是爱人 看到这样可喜的 一个这个迈进的话 你就会继续支持她呢 对 现在生活差不多 都指她做机器人啊 然后什么的 但是我有我的看法 您说这是机器人 我看着就是个机器 对 她是个机器人 她就是机器人 她里面没有电脑芯片 家里边有智能的 就是人跟机器人下棋 其实雷老师说的对 如果说这样的机械机器人 如果和智能机器人 能够合二为一 提高她的科技含量 对 那就天下无敌了 对 未来我必须要往智能上发展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现在吧 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家那个 我们儿子王阳 他现在是搞软件的 其实我们爷俩吧 在这个几年以前 就开始合作了 这智能的 因为像我走几年 做了一个护理病人的翻身床 他就是可以帮助病人翻身 他是有电脑的控制的 现在你看我们爷俩 做那下棋的机器人 那边那软件都是弹能的 设计好了 千万千万计的申请专利 我现在家里边有几个专利 今天专利也有了 然后产品也有了 就是你们前一段特流行一首歌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 这机器人就是吴大哥 心里那诗和远方的田野 不拘泥于过去 不忌惮于未来 要知道优秀的人 从来都不安分 吴玉露出生草根 却天赋一顶 用不安分的心 追寻着自己的机器人梦 如果说吴玉露的机器人工厂 完全是个热闹好玩的地方 那么咱们接下来的这位主角 他的作品能把人带入到 空灵静谜的童话世界 他是山东的一位农民 但是凭借着天马行空的创意 用杂物 废品 制作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服饰 看出生农村 长相普通 甚至只有小学文凭 但却励志成为中国的香奈儿 塑料袋 废报纸 扩建盘 很多常人眼里的废物 在他眼里 却散发着时尚的光彩 谁说时尚就是有钱人玩的东西 谁说出生农村就该一辈子种地 他叫黄首英 一个自称小仙女的服装设计师 有请本期主角 你好 你们好 你好 你们好 好可爱 对 你可以跟大家认识一下 我叫王小央 不过我更加喜欢 大家都叫我小仙女 为什么你叫小仙女呢 因为我觉得仙女嘛 就是善良的 正常的 我觉得我很善良 很正常 所以我就觉得我就是仙女 小仙女 你的心里也特别的很 今年多大了 我今年已经很老了 你别这么说 你这么说 让旁边两位怎么办 情何以堪 你有多老 我90年的 我都说90年已经老了 现在是00年的 天下 用厚 听说在我们这个厂子里 旧灵 就是刚出生的鹰 这边都有旧灵厚的大人 很大 我听说你是一名服装设计师 我是一名创意服装设计师 那你的创意体现在你今天的衣服上吗 是的 自己创的 自己做的 自己做的 嗯 西瓜也是自己种的 真的 西瓜是我们家自己种的 我们家种的那个西瓜 真的比卖的那个都好吃 很甜的 你真是自己家种的 嗯 是自己家种的 我们家里种了好多西瓜 还种了糟瓜 还有甜瓜之类的 种了好多瓜的 你应该用过好几个 我这个是那个 秋凉一下 夏天到了嘛 然后就离不开那个瓜果 要多喝水 要不然就 都会晒焦了 其实小新领有很多作品 让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 带火茶棒的这个 这个是壁虎小姐 这个的领甲来自于 断了尾巴的壁虎 我们家住的是那种四合院 然后我的房间里面 一到夏天那个壁虎都去找我 有一次我睡觉的时候 看到一个断了尾巴的壁虎 在那里爬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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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被他的那个精神 很给打动了 我觉得这个壁虎 它是那种生命力很旺盛 很坚韧的那种 本来嘛 我还是在肚子疼当中 我看到那个壁虎之后 我自己就觉得很 很羞愧了 就是这个壁虎 它的生命力很旺盛吧 我觉得就那些小病小痛啊 什么的都 无所谓 为了 要活着就好 活着就有希望嘛 嗯 好 这个我也比较有兴趣 说这个是一个变脑键盘吗 这个的作品名字就是 不要被网络所禁锢 现在很多的人 就上厕所玩手机 吃饭玩手机 走路玩手机 天天就在那里 看着手机 哎呀 比跌到那个轻 乳中都轻 我觉得这样子看 你们不要被网络所禁锢了 马丁和那个石头 你觉得就这些服装作品 你们敢于尝试吗 有我能尝试的作品吗 我有带过来 来 拿上来试一试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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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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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我会不找你 你吗 好像 没瘦子是吧 这有袖子的 好 袖子在这里 这个袖子在这里 没事 你走两步 从那边走过来 非常新锐 很有个性啊 我这个是说走就走的旅行 好 那为什么弄很多一次性脱鞋在这上面呢 这个的那个意义是千里自行死于小票的 好 人家是有想法的啊 我以为是去外面不变能顺就顺一份脱鞋回家 那是环保的 不是 不是 谢谢 谢谢马丁 可以吗 那我就穿稿了 行吗 穿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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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衣服呢 好 石头 你看了他的这几组服装作品之后 你有什么感受 我觉得他的心性很澄澈 所以就有点像一个小伙伴在画画 那你画什么都对 而且在这个时代中间 所谓的时尚呢 它被拆成了七个字 叫新奇怪美朝落苦 所以你即便很怪也没有关系 嗯 就你像你今天这身衣服 穿在你身上就是清凉一下 要穿在我身上就是要饭的 是吧 都没关系 都可以 嗯 马丁呢 你穿上这个小仙女设计的服装之后 你有什么感受 有用的 你觉得它是一个作品 还是真的是一个服装设计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概念的东西 嗯 如果是个概念的东西 我就更容易接受了 对 但如果说它是一个成熟的服装设计作品 我不能接受 他其实想讲的是说 你作品嘛 就是你自个做了 先找找知音 但是你要真正变成商品 变成大众所接受的话 那这个事就得再说了 就不一定能很多人接受 或者花钱来买你 是这意思吧 对吧 小仙女我估计 应该很多人在你耳边 说过反对的意见 对吧 很多很多的 嗯 有一些人到这我的面就说 哎呀起开起开起开 不要在这侮辱我们的眼球了 说话这么直接啊 对啊 你难受吗 刚开始的时候难受 嗯 多了就麻木了 没感觉了 说吧 没事 又不疼又不痒的是吧 为什么周围的人都要批评王守英呢 原来王守英生活在山东的一个小村庄 在那儿啊 一个女孩子的天然使命就是结婚生子 王守英却不稀罕这个使命 她28岁了 可是她不想结婚 就一心执迷于服装设计 梦想啊能成为一位顶尖的服装设计师 走向国际 如此一来她变成了村里的奇葩了 村里人都对她嗤之以鼻呀 有人说她吃人说梦 有人说她被鬼魂赴了身吧 这是村民们提到王守英的时候最常见的字眼 而父母也以她这个女儿为耻 妈妈整天唉声叹气的 这爸爸见到她呀都绕醒 她们还经常把王守英的衣服用来生火做饭 但衣服烧了可以再接着做 王守英从来没想过放弃自己的梦想 有时候一个想法蹦出来了 她能够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几天几夜不出来 村里的小伙伴是结婚的结婚生孩子的生孩子 只有她还在房间里做衣服 后来王守英的妈妈是坐不住了 到处托人找关系给她找对象 村里隔壁村隔壁的隔壁村 这跟她差不多年纪的男生啊 基本上她都相变了 但是一个都没成 要说这守英长相也不丑啊 怎么会没一个成功的呢 原来每次相亲啊 王守英见面就跟对方讲 我是一个有梦想的人 如果你没有梦想 没有追求 那你只是坐吃等死过日子的 那么今天的你配不上明天的我 她这么一说 小伙子们一听全都给吓跑了 看到女儿如此的执迷不悟 这妈妈索性也就不管她了 2013年王守英离开了家 来到了自己梦想当中的大城市济南 父母本来以为呢 她见过世面之后 会放弃设计师的梦想 但是没想到这次济南之旅 更坚定了王守英 坚持服装设计的想法 有一天啊 她穿着自己设计的衣服 去坐公交车 这件衣服呢 都是用泡沫做的 一路上啊 这大伙都盯着她 然后还有不少人呢 拿出手机给她拍照 这突然 人群当中挤过来一个老外 还用挺僵硬的中文和她搭讪 小姑娘 你的衣服是从哪里卖的 是我自己设计的 一听着话 这老外兴奋地抓住她的手 哦 可不可以卖给我 王守英一下都懵了 以为这老外开的笑吧 她也就随口一说 五千块钱 我立马拖下来给你 结果谁想到啊 这老外二话不说 就把钱掏给了她 王守英都傻眼了 下车的时候 这脑子里一片空白 直到看到手里的钱的时候 才明白自己的梦想 终于有人来买单了 2014年 王守英在微博上 发布了头顶电风扇 身披麻指袋啊 还有耳带青菜叶的磁牌照 自称仙女 立志成为中国的可可香奈儿 没想到这个微博让她一炮而红 微博粉丝是一下蹿到了几十万 媒体采访品牌代言 和时尚公司的邀约是不断啊 刘嘉玲 张卫健等大咖 也是称赞她是 来自农村的天才设计师 那么王守英这个设计师的梦想 到底算实现了吗 有一句话我特别赞同 梦想是每一个人的权利 无关乎自己的出身 所以我们都支持你的梦想 你觉得现在 你的梦想实现了吗 我觉得实现了一半 为什么叫一半呢 因为现在有很多人都在喜欢我了 所以实现了一半 但是还没有做成商品出来卖 所以只能说一半 今天是不是也带来了很多自己设计的服装来到现场啊 是的 那我们能不能再大宝眼服一下 让模特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 可以的 来来来来掌声有请 好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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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你到那边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几套服装的创作灵感好不好 这件衣服是闪亮婚礼 嗯 是选给那些结婚狂的 特别渴望婚姻的 但是又不好意思 很害羞 你看很善心 来第二套呢 这个是性感女郎 是我在看别人游泳的时候得到的灵感想到的 那些男的他们都在那里裸泳 然后我都想到了 裸泳 哦 就在我们餐里有一个小盒 然后我去果园的时候 都看到他们都在那里裸泳 我就觉得 哎呦 就是给男的做肯定没市场 人家那个都 不穿 就不需要那个 在费劲设计了是吧 对 所以就想到了给女生来设计 它最好是比较保守的女性去游泳的时候穿的 这边呢 这套好深洁哦 这个是花开 这个灵感是我在我家里的那个花池子里面 看到有一朵来的花的时候才想到的 我家里的白花在花池子里面 是最纯洁的那么一个花 这身衣服我觉得最适合去参加酒会的时候穿着了 穿这身衣服可以跟那些色狼们说 你不要打我的主意 我是纯纯的小白花 我发现她们几个人的饰品都特别有意思 刚刚这个是西红柿 西红柿和什么 羊梅 这个是羊梅 这个跟这个荔枝是水果当中很贵的 那旁边中间这位呢 这个是毛豆 这是毛豆啊 毛豆真的有创意非常特别 毛豆也可以吃 毛豆也可以吃 好 今天那三个模特儿身上的衣服 多长时间设计出来 那三位模特儿的衣服 那个用了六千多时间 小仙女我想问问 刚刚你给马丁给她带来了一套 但是现在石头你看今天穿的 哎呦就白马王子的感觉 她还没有呢 你能现场给她设计一套吗 我可以现场给她 设计一套 好 那这样我们把那个工作台拿上来 我们有请小仙女给石头现场来设计一套 我帮你们看设计一套 我们看设计一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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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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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够 可以了 好 主题叫什么 醉酒一 喝醉了 可以喝酒 可以喝主题 我们俩像不像一段 怎么样 怎么样 石头你感觉如何 狼狈不堪 也套向街头 我以为是算命的 但最后基本上是一片狼藉 好 刚刚小仙女给我们石头设计的 这个醉酒一已经完成了 这是她的一个创作灵感 那接下来呢 我觉得我们要请一些专业人士 来评价一下了 我们马上请出的是一位专业设计师 有请李威 欢迎 你好 欢迎 李威你好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李威 她呢是著名的服装设计师 而且呢为我们很多熟悉的明星朋友们都设计过服装 而且啊她的作品 像黑天鹅 卧达配斯大饭店等等系列 近拍的价格都高达千万元啊 所以我们要再次掌声感谢她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 这个是刚刚啊小仙女给我们石头设计的一件醉酒一 您觉得她这个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守音的这个创作的这件事情 没有办法用一个专业的涂装设计的角度去衡量她 她只是一个创作者 她是一个在表达自己的一个过程 我更像行为艺术 是意思吧 这是守音自己的一场行为秀 但是后面三个模特儿身上的衣服 能不能称为时装设计呢 比如说那个白衣服那个模特儿那身衣服 小白花 那麻烦你站到前面来好吗 好 肯定是不算的 不算 为什么 本身的服装设计它是一门非常严谨的学科 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件作品 但没有办法说它的好坏美丑 如果说我们把它放到真正的舞台上面去说的话 我肯定有很多很多抛肌的话 但我没有办法在这个舞台上你这么来说 因为这个标准在守音身上是不成立的 我觉得它其实想表达什么呢 你可能你太专业了 有不忍心伤害它的小梦想 我是觉得来武装设计这件事 从主题来讲其实是个哲学 跟价值观有关 然后它的工艺的部分是科学 它的审美的表达是艺术 它的价值观呢 是跟人生有关 就像其实你说楚城嘛 楚城其实卖的不是橙子 人们卖的是永不放弃 那黄太吉的这个煎饼呢 其实也不是卖的煎饼 它卖的是中国梦 那你卖的是什么呢 就是开心 我的小世界也有大梦想 其实它有这样的一个价值观就在的时候 它已经没法去衡量后面的 是否科学与否 是否审美与否 对错了 李维今天来到这儿 也给小仙女带来了一份礼物 是吗 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 首先现在还喜欢玩芭比 我特意准备了一份芭比娃娃 希望你能够坚持你的梦想 在你的梦想实现的过程当中享受到乐趣 好啊 好 来 谢谢 好漂亮 她刚才说了 她的梦想是成为一个真正的时装设计师 对吧 咱们很认真地探导这件事情 她还需要什么 我建议以后如果有机会 你能够系统地去学习 能够从基础的内容开始 建立美的正确的观念 好的 谢谢 谢谢 谢谢李维 谢谢 谢谢 也谢谢我们今天的模特 小仙女 你刚刚说 从给芭比娃娃设计服装开始 到现在已经做了快20年的服装了 是吗 是的 你计算过大概设计了多少件吗 大概有两万多件吧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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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年有一千件作品是吗 是的 一件三件 这两万多件包含了给芭比娃娃做的衣服 芭比娃娃的个子那么小 一个一个一个很快的 一会儿一个一会儿一个 那我想问问这得花多少钱呀 你想一年一千多件设计 不花钱的 这布料什么的呢 我不穿了的那种衣服啊什么的 塑料袋啊 那个瓶子啊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我做不到的那种材料 我觉得虽然说它不花多少钱 但是也花你的时间了嘛 也是你设计的心血嘛 除了之前你说的那个五千块钱 卖出去的那件 其他还有成交的吗 没有啊 除了那个老外买的那五千块钱 其他的都没卖出去过 但是我也没靠这个来赚钱养活自己 我有别的工作的 我现在在那个那个婚称公司上班 一个月我觉得还可以把一个月 收入还不错是吗 工资在四五千块钱 虽然没那么多 但是养活我自己养活家里人够了 家里人怎么看待你喜欢服装设计 有这个梦想呢 以前不支持来着 现在就不说不支持 也不说支持 就随便你怎么弄吧 不管了 梦想没有任何限制 安分和不安分 从来不是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准 无一路不安分与农民的身份 成了农民发明家 而王守英的不安分 也让他从一个质朴的农民 朝着设计师的梦想前进着 他们的成功 源于内心的那份热爱 更在于那份追梦过程中的 笃定 坚持和勇敢前行 感谢收看今天的有情主角 我们下期再见 他骑着摩托车 穿越了近乎整个中国 十九年时间 四十多万公里 在无数次失望的打击中 他还在路上 隐姓埋名 乔装侦查 十年间 他结救出二百多个被拐儿童 一个行走在打拐路上的独行侠 谁又能体会 这份孤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